嗨 大家 欢迎来到慕容的世界 Roundly Planet 今天是天天Vlog挑战的最后一天 第十天 这挑战比想象中难 接下来我会讲五个 在进行天天Vlog挑战时的心得 还有一些诀窍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 快速重整心情 碰到任何沮丧的事情都一样 为什么呢 例如我在录第七天跟第八天的时候 我的空拍机 掉到青草湖 新竹青草湖那边 那当下真的非常非常沮丧 然后又要想很多办法都没有效 后来在第八天的时候 我很幸运找到了技术潜水员 终于找到了我的空拍机 这也让我学到很宝贵的一课 除了一些空拍飞行的知识以外 还有今天如果是在录影 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即使发生了再挫折再沮丧的事情 我们都要能够马上调整心情 继续录下去 第二个 画面先拍再说 在很多情况下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会想我要怎么拍 相机怎么设定 怎么角度好 但是 你可能想太久 马上有人群来了 或者是天气变了 所以不如你先不要想 先拍就对了 即使你想要拍照片 或者是你想要口说 介绍这个地方 但这些都可以事后补救 例如你可以从影片当中 截取画面 当照片再修改 或者是你可以事后 补录声音 补录介绍都没问题 只要你有影像素材 有画面 都好补救 第三个 省略废话 有的时候你真的会想要讲太多的细节 但是很多细节是观众他没有耐心听的 有的时候你会讲一些垃圾话 或一些废话来缓冲一下气氛 那个很好 不过不要讲太多 通常我们在短的时间内 要赶快进入重点 让观众跟我们一起进入状况 第四个 语调变化 在录vlog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讲话 但是如果我们讲话很平淡 都维持一样的语速跟语调 大家就听不进去 很快就想转台了 所以我们要透过语调的变化 来表达我们的情绪 例如说很开心的时候 语气就会比较上扬 当然有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 例如说我的空拍机炸机 坠机了 我就会很难过 你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的语气 向大家表达你的难过 有的时候 我们的语气会比较和缓 有的时候 我们语气会比较大声 因为我们生气了 那这些都是表达情绪很好的办法 也比较不会那么单调 比较不会让观众 看了一下 就受不了 觉得无聊想转走 第五个 主动say hi 主动打招呼 不管是说你好 说哈喽 打招呼就对了 这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融入当地 而且认识当地朋友 例如 我在录天天vlog挑战的 第五天的时候 到了竹南的龙凤鱼港 旁边有一个叫 假日之声的景点 我走到了入口 看到有一个女生 她在玩这一条狗 就跟她打招呼 嗨 我们就开始了话题聊天嘛 结果 她是那边 餐酒馆的经营者 她还跟我很仔细的介绍 当地的情况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所以 如果当下 我没有主动打招呼 说嗨的话 我根本没有机会更深入了解这个地方 好 以上这五点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诀窍啦 那当然 很多我都还没有百分之一百做好 而且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次的天天vlog挑战 也同时逼自己每天说英文 每天都多录一个英文版本 虽然自己的英文可能很多地方讲的很破 不过至少有影像素材 就可以从影片中去检视自己 发现自己错误的地方让自己更进步 所以接下来 希望能找到英文型YouTuber 或者是英文老师 去纠正自己说的不好的内容 那希望有机会 能够跟英文型YouTuber一起拍片啦 好 各位朋友 今天的影片就录到这边 如果你选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关注按赞支持 慕容的世界 Roundly Planet 并且记得开启那个小铃铛通知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